大家好,歡迎來到炭灘韭菜 本頻道是透過趨勢線型態支撐及壓力的方式來分析個股 100元會員是純粹贊助本頻道 300元會員會在星期三和星期日發布會員影片 會員影片的內容是支撐及壓力個股的分析 大家好,歡迎來到炭灘韭菜 炭灘韭菜,我是Noray 那現在時間是下午的4點41分 非常非常的晚,因為剛剛在這個打這個觀點的時候 就腦袋有點卡住了 主要我覺得是因為不自律 我覺得我不自律的時候就會開始 腦袋有點鈍化 為什麼說不自律?因為早上的時候就有出門 出門大概2個小時吧 大概出門2個小時,然後再回來 就是出門吃個飯這樣子 那開始就是沒有很自律 再加上今天是禮拜五 所以我整個腦袋就是覺得說 好想休息,好想休息,好想休息 但是其實在假日的時候還是會去做股票 還是會去看股票 所以蠻奇怪的 但是剛剛腦袋有點卡卡的 然後一些內容 可能沒有到那麼完善 因為我每天都會想一些新的東西 但這個對於我來說 你說辛苦嗎? 我倒覺得算是一個還蠻有趣的一個過程 對,就是還沒有去 就是分享一些話給大家 其實回過來 回過自身 其實也是講給自己聽 真的是這樣子啦 OK,那我們就來看一下今天呢 又跟大家分享的一些 看這個分析的這個大盤的 這個觀點 好,那今天呢 總共會有3部影片 然後大致上分 這下面有8檔 所以大致上來控除4檔 就是一個扣打 如果說你看完今天影片 然後看完 應該是今天啦 因為明天搞不好跟這個回席路 而如果說你看完今天影片 然後想要在留言的個股的話 可以在底下留言 大家想抓4檔吧 如果說沒有的話 可能就自己 再貼個2檔進去 變成10檔 然後唯一部影片這樣子 所以說這個價值就只有這3部 這樣子 算是有點 先強先硬 不過就看大家自己啦 因為留言數本身就是 就大概平均 大概就2、3個吧 就還OK啦 那我們就來講一下今天大盤 今天大盤真的表現不錯 主要呢 可以觀察一下我們昨天講的內容 昨天講的內容 其實就是說 這個啦 我們講說這個 那時候看16725 然後說要守住的話 可能有機會 但你可以看到 在昨天這個部分的話 其實就是 守得相當的漂亮 我們就直接來看一下這個東西 今天啦 今天就是這個長榮 還有等等等 很多很多個股 我們看一下這個 12檔 這個股票呢 30日出席 這是昨天的新聞 那台股指數 將增發74.23 那今天長榮還掌定版 真的非常強勢 意思是說啦 我昨天參加這個初宣習的 昨天在尾盤 周經查的人 今天啊 掌定版一定是賺錢的 就是說 假設掌定版就賣掉的話 因為就是 配下來的 的錢就是有70元嘛 對不對 然後今天有掌定版 對 因為昨天好像收盤價格是155吧 所以說 配下來的話 理論上應該是在85塊做開版 然後他直接 跳空開高 對所以說 意思是說今天有掌定版 那一定是賺錢 那至於多賺多少%數 我自己心中想應該是10%吧 但 我不知道幾%啦 隨便 反正我也沒有 大家只講一下說 只是 只要今天有掌 基本上都是賺錢 因為配息嘛 當然如果說你要扯這個 呃 什麼稅務的問題的話 明年稅務的問題的話 可能不會啊 可能又要加上一些很複雜的東西 就是算那個 稅收的這個部分 要繳多少稅的那個問題 可能就沒有到那麼簡單去計算 好我們看一下 然後我本來啦 以為說蒸發這個74.23 是會讓指數和這個期貨呢 拉近了一天 但是最後最後收尾盤 指數跟期貨最後還是相差到130點左右 就是說 呃還有呢 剛講了嘛 昨天啊這個期貨說的 167.25支撐呢 在昨晚呢 很明顯的 昨天晚上這個納指是在下跌 但是在下跌的過程當中 你會發現說 這個期貨這邊很撐啊 真的很撐啊 大家在我們瞄眼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個昨天是下殺的過程 這個昨天是從 我們切一個角色來看 大家可以看一下喔 這一根是從 呃 8點到9點 這邊是9點到10點 然後再來這一根 是10點到11點 然後來對應一下 昨天的行情 所以行情是這個地方 是8點到9點 9點到10點的時候 欸不動了 我就卡在這邊不動 但是呢 你可以發現說跌得很慘耶 而這一根也是跌很慘 啊後面這根還在跌 但是你可以發現說 欸不太跌 反而還上漲 所以說這邊其實是 在昨天 我說你是看納指 然後又去做單 看美股那邊做單 其實這邊是守得很 很漂亮啦 對手子非常非常漂亮啦 我就說在昨天晚上 欸被守住 那在這種守住的過程 其實不難在歷史的過程當中 也是很常看到 基本上隔一天的走勢 目前我自己個人觀察前 都是上漲 那之後如果說 觀察到一些比較 比較不一樣的行情 再跟大家講 不過其實在這樣子的過程 都是隔一天 基本上都是上漲 因為你會發現說 欸這是被死守住的感覺 那在早上 然後這個開盤 起貨開盤 開玩笑的 然後做了這個 那時候要出門的時候 做了這個三柱箱 這是在做破底翻 卡在這個區域 大家看一下 從這個15分可以開始看 這個三柱箱 開在這個地方 還開在這個 我認定為是 當那時候認定為是 直撐16725之上 然後開在16718 然後後面其實修改一下 就是16大概705 然後我直接刷指數價格 來抓167000 然後叉三柱箱 123 然後就往上走 那就一路往上走了 就一路 基本上往上創高 那我們剛剛看這個60分可以的部分也是嗎 卡在這邊 然後把這邊的人全部打掉 這邊大概是 從6月27 然後做多單到現在的人 全部打掉 之後就回上 基本上我覺得 你在前面這幾天做多單的人 非常非常 難 難的點 在於說 你非常非常難說 假設我抓這個最低的點 最近最低的點 16695 好16695 到這個點是 16671 中間的過程大概差了24點 我是不曉得 會不會有人做期貨 抓24點 當作是這個停損點 我是不曉得 但大部分人都不會 大部分我就抓 5到10點 就已經非常厲害了 就已經那個range 已經抓了非常大 所以你可以去設想的是 Maybe 他後面會往上拉的這個過程 可能是真的在這邊做多單 我說在上面做多單 做下來的人 應該不會到上面 應該在這裡做多 因為是這個期貨轉場 做多單下來的人 然後昨天 多單還爆大量 可能守住 這個故意讓你看 他守在這裡的 昨天晚上是故意讓你看的 然後呢 今天把你全部打掉 之後再往上拉 當然 也是 這是可能比較專業一點 那如果說是一些 呃 在破體方才進去 那我可能等到 對這個都不一定 這個都不一定 OK 那我們看一下 就是說 一路上來到壓力呢 大概是16815到16830 目前我看的 我們來看一下 大概是這個位置 我們切成15分鐘來看 大概算這個空間 這個在 昨天好像就有抓了吧 大概這個空間 那今天晚上必須突破 或者是說 不突破沒關係 下週一早上再突破 開盤突破 什麼樣都沒關係 反正就是他下一層 就是這個壓力 接下來觀察這層能不能夠突破 然後目前更改的區間為16700 我剛剛看的嘛 到這16830 區間底部 這個區間這個 這個區間底部 大概在這裡啊 底部的區間 那我們稍微講一下今天那個強勢族群 真的蠻多的啦 我在昨天也講了很多嘛 我看一下昨天的 昨天基本上也是基本上的通漲 昨天是漲生技IP 探權網通 記憶體AI AI族群大部分都有漲 那今天漲的是什麼 今天漲像齊鴻呢 齊鴻 建側雙鴻 這兩檔是 應該算是齊鴻是漲停板 然後比較 呃有在跟的就是建側和雙鴻 因為我手上有個兩檔 剛好在這一週下跌的時候我做經常 然後剛剛講的這個長榮掌停板 然後也順便帶動陽明跟萬海 那再來是Data Center 那Data Center其實我對於 產業鏈這東西沒有到非常非常了解 但是 因為 這個圍影 這個高價股連續漲停兩天 連續漲停兩天 然後還有這個飢渴 成名店嗎 然後還有秦城 那 反正是說飢渴 安泰克 應該是說伺服機的飢渴 對 那就是也是表現不錯 再來的話就是網通 滑星光嘛 滑星光 然後還有這個奇蹟宗雷等等 那還有這個COWAS 這個 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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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絲 這個什麼 星雲啊 然後還有什麼什麼 塑 沒有忘記了 然後萬潤 萬潤也沒有是不知道 反正呢就是這個族群 欸又開始在連續 可能在這一週下跌 又被拉起來 那他們可能總歸起來 Maybe 一大堆 除了航運之外 搞不好通通都是在炒AI的這個 都有南瓜在裡面 也說不定 那當然網通可能比較明確一點 是這個 美國基劍嘛 丟了400億 然後在那天就有大漲 然後 能漲呢就持續漲 像中壘 原來就突破了他的那個 壓力的 之前其實有丟這個 呃 有丟到那個 頻道會員影片裡面 但是也是經歷了大概一個多月 才往上走 那今天比較弱勢的 然後大概是觀光族群吧 再來是神技 記憶體 然後遊戲 持續弱 那記憶體的部分 可能是有聽到一些 可能是美光吧 就是 原本呢好像有上漲 然後昨天有疊 那我大概看一下 美光他是疊會支撐 所以 他如果一旦破線的話 Maybe就整個族群被往下壓 華幫電啊 納爾克啊 威剛啊 然後等等等 那Apple的部分的話其實就是一些 線材吧 我是跟Apple概念股 那一區塊 像是 比較 可能是封測吧 像日月光頭空間是 往下走 那封測當然 可能不只是撤這個Apple 不過他一直也啊 像我自己個人理解 他是在Apple這個區塊 Apple概念股這個區塊 那封測晶片呢 他可能 他可以封測其他 車用啊 其他AI AI我是不知道 車用應該有啦 所以說比較弱勢搭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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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搭 我們這邊稍微瞄一眼來看一下 這地方啦 這是昨天看的圖嘛 然後跳空直接上去 222.5 昨天是盤中有突破 那最後被壓下來 然後在盤 最後一盤的時候稍微往上突一點點 然後基本上今天只是開盤在這個位置 然後就往上走 就往上走 那接下來要注意的是224.8 或者225 這邊這個區塊 搞不好下週一的開盤會碰不到 或者下週一的盤中會碰不到 碰到的話啦 碰到的話就是說 假設你是看指數去做股票的話 或者我覺得比較有機會的應該就是本身漲多的個股 本身漲多的個股應該會因為這個指數壓制住而往下 當然如果說你要講族群性的話 跟這個東西又沒什麼關係 對 如果說你要講整個族群性的話 因為像如果說你是在分類為這個散熱 散熱搞不好也是在這個電腦機周邊設備這裡 那搞不好它又區分為工業電腦 等等等 又是不一樣的東西 又是伺服器等等等 所以說真的不太一樣 那我個人覺得說還是 看自己個股本身的表現吧 因為其實今天跟昨天其實大致上是一個通漲行情 那就是說你在前幾天你敢買的人 今天就展給你看 你前幾天不敢買 砍出去的人今天就是可能嘎空手 或是說你又跳進去買 跳進去買一個比較高的點 那可能就沒有到那麼好 OK 那我們這邊就來看一下這一個廣達微創和機甲 然後看一下 那廣達基本上呢 也來到它一個重要的壓力的 所以說 這個基本上就是一個橫盤的整理 如果它能夠有效突破的話 當然突破後回測是一個還不錯的位置 我之後再做分析 再來看一下今天比較強的就是微創 可以讓它持續往上走 那不曉得是這個子公司帶 還是這個母公司帶 這是微創跟微影 微影連兩根掌精板 那搞不好是微影把它拉進去說不定 那我不曉得 反正目前微創好像真的是吃到一些 蠻大的訂單 如果說一基本面 就稍微瞄一眼 就是別的群組在講的東西 那目前來說的話 我會比較有興趣 真的就是這個84塊這個回測指紋 就是說卡在這個地方的話 不要跌破 然後有一個下來的話 Maybe就是一個還不錯的一個 一個持續去做的一個點 好 那看一下這個技嘉 技嘉今天的突破 我個人認為他算是破底翻 因為我目前是看240嘛 所以我認為他算是一個破底翻的結構 但你說這個破底翻有很漂亮嗎 我覺得以整個行情來說 他這三根就覺得有點醜醜的 當然今天確實就是 也拉回到243.5 那肯定是破底翻 因為這邊是壓了1天 2天 3天 4天 5天 這天反壓 所以基本上是4個支撐1個反壓的一個結構 如果說這根算進去的話 就是4個支撐2天反壓 今天突破 今天因為AI的這個資金又回流 來個破底翻 所以說這個位置 會不會其實是 又是一個重新去再度進場的位置 我覺得可以去好好思考一下 好好思考一下 那我們這邊來看一下NAS 那NAS的部分的話 就是說昨天這一層 我說有機會到達這裡 昨天晚上 昨天下午復盤 講說有機會到達這裡 但是後來他沒有 那炸下來可能 maybe到這裡 那現在 我覺得整個結構 在短時間之內 又再度有點被改變了 只是 其實期貨就是這樣子 期貨他的調性 其實我個人覺得說跟那個 加密貨幣很像 但加密貨幣的調性可能改變又更加快 對 有時候快到你可能就看不太出來 我自己個人還是這樣的想法 好目前看這樣子吧 就看這一層吧 然後這一層 我覺得應該還是有壓力 所以說 我覺得目前的看法 變成說是 這樣子的一個 大範圍的一個結構 就是大概是 14890到15055 那就算這一層的突破 maybe抵到這裡 又會下來 這一層我覺得 以結構上來看的話 他會是一個蠻大級別的壓力 然後這邊反而是一些 中繼小調整 小跟小 對所以說 做這一層跟這一層 應該說本身期貨 對於我來講 他都是要做 貨底盤結構會更好 但這個 納子這個海棋的部分 我是沒有深入了解 台股的話是這樣子 因為台股可能 基本上每一個突破 都是 贏來 假突破 我真的觀察起來 因為最近有些 很更認真的在看 那 基本上都是這樣 目前的看法 做一些調整 應該無傷大雅 因為大家應該也沒有在做 大家只是拿來看趨勢 我自己也是 好啦 大家算都是把一些 前面的東西分享 我們就分享我們的觀點 那現在花了16分鐘 我這樣 因為我昨天發現說 好像就算加速 我還是花了10分鐘講 講了一點久 我們這邊 雖然說我沒有辦法設時間 因為我待會 要出門 出門這個 要出門拿個東西 那 就是要這部錄完 明天 明天再錄這個 和這個 或者說晚上 反正不會在今天發了 應該是不會在今天發了 對 好那我們就來 講我們的觀點吧 那我們觀點呢 今天叫做 還蠻雞湯文的 還蠻雞湯文的 大家可以看 因為我剛剛稍微想一下 沒想很久 大概是想標題想5分鐘 那內容就是要修修改 因為有時候 表達的東西 我們都要圍繞在這個投資 所以說 就是這樣講 那我們今天的觀點叫做 與其謝幕他人 不如了解自身 有什麼資源 所以那我的 整個 打的內容 會比較局限在這個東西 比較局限在這個東西 然後這個了解自己自身的資源 我看我待會兒講到後面 還記不記得 因為說講太久 好我們這邊快速講 我們先給大家一個題目 題目呢 一個這個 這是一個題目 A跟B是一個題目 假設呢 我是一名這個 新手小白 我出入股市 擁有30萬的資金活水 那但是呢 賠光了 那這個賠光是指說 比如說亂操作 或是說套牢的 真的是套在一個高點 或譬如就是 呃 假設你現在擁有這個 觀光類群的這個股票 那因為我最近已經很久很久沒有觀察 所以我不知道他們的高低價格大概多少 如果他們是已經 破線啊 破五日線 破五日線 破月均線等等等 那非常非常非常有機會 可能就此就下去了 假設你就是被套在這邊 類似那樣 或者說欸講的比較浮 不是不能說浮誇 講比較真實一點 被套在300塊的這個萬海 你的30萬資金剛好買一張萬海 那現在呢 這個已經對折 再對折 這是那個任賢喜的一首歌 對折 我把我對折 輕輕的什麼 把你對折 對 打折再打折 300塊變這個150 150再打折變75 那現在呢 這個萬海是在50幾塊吧 我不知道今天有沒有到60 反正就是 培光亂操作 加這個套牢國 就是說這筆錢基本上就是歸零了 我們就把他當作歸零了 只是根本動也 根本動也動不了 也不想動 因為可能被套在真的很高點 你覺得說 好假設30萬 剛剛說買這個萬海 你要把這筆單給損出 你就要賠25萬 因為現在可能價格在 50幾到60幾 可能25 24這樣子 你也不想賠嘛 OK那講B的 B呢 假設我是一名新手小白 我出入股市 而擁有30萬資金活水 但是賠光了 一模一樣 為什麼要打一模一樣 待會再跟大家講 好那這邊呢給大家這個選擇A或B 你認為誰 最後會有 會把錢再賺回來 這邊大家思考大概0.1秒吧 因為根本就一模一樣的這個 一模一樣的這個條件 一模一樣的條件 那最後誰有 其會把錢再賺回來 答案 答案是不一定 因為很明瞭的答案 因為兩個都有機會 因為我給你的東西就是這樣 我們看到的東西就是這樣 我看到的 你們看到的 我給你的題目就是 兩個人都是新手小白 兩個人都是有30萬 兩個人都是被套了 兩個人都是被賠光 那都是一樣的東西 這都是很明瞭的答案 OK那我們再來一題 再來一題 A呢 假設我是一名新手小白 我出入股市 就 就擁有一千萬的資金活水 但是賠光 這邊的賠光一樣 我這打一模一樣的就是指 亂操作加套牢股票 剛剛上面呢 可能是你只有買一張萬牌 但是這邊有一千萬可以買幾張 我可以買33張 33張萬牌 那被套在裡面 或者說自己 瞎買亂操作 然後追高殺地 追高殺地 追高殺地 那全部都賠光光了 那一樣 這邊是根本動也動不了 也不想動 OK那再來看B B一樣 那跟上面那一題一樣 就說我是一個新手小白 出入股市 然後有30萬 賠光了 然後一樣就是 動也不想動 OK那這一題 再給大家 這題應該給大家5秒吧 給大家做選擇 大家會選擇A 還是B 一個是有1000萬 但是被套牢 就是說被套牢 他完全不想動 就是說他自己也等於說 他完全不把這筆錢 當作是錢 那種感覺 被套牢是A 還是B 給大家做選擇 大家認為 最後會把錢再賺回來的人 是誰呢 大家選 大家給5秒吧 5 4 3 2 OK那我們來看答案 一樣 不一定 兩個都有機會 這邊做一下解釋 解釋是說 其實我一開始會選擇B 就是之前 會選擇B 因為我覺得 30萬去打工 你打工也可以賺回30萬 或者說 我真的說 我要靠這個 投資 因為投資也要本錢 所以說你一定要以錢 所以說我們設定的這個 條件沒有設定到非常嚴苛 我沒有說要用多少錢 這種感覺 那我30萬我可以用 這個60萬 我60萬賺30萬 我只要用一半的錢 好那我用100萬來賺這個30萬 我只要用這個 我只要用這個 我只要賺這個30% 我就賺回來 對不對 對於一些多頭行情來說 其實還蠻簡單的 那我個人呢 覺得說 這個要打工並投資 賺回1000萬 根本不太可能 就算好了 你一個月 是一個頂標Top 你一個月有10萬 15萬 20萬 你要透過10萬 10萬20萬 你要再賺回1000萬 我覺得這邊可能 其實我剛才打說 根本不可能 這5個字的時候 其實有點 多餘了啦 搞不好呢 很真的是 用這個所謂的 慢慢存錢 然後存個20年 然後呢 存個 不用存到20年 可能存個10年 那你可能真的差不多 用打工也可以賺回1000萬 但是我就講的比較浮快一點 因為我這邊可能沒有改成說 比如說 一個億啊 之類的 可能不可能 但是啊 我一開始就覺得這不可能 哪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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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選擇B嘛 但是我給的答案是不一定 就是兩個都有機會 還是一樣啊 很明瞭的答案 應該算不明瞭 不明瞭 我就不一定 兩個都有機會 但是呢 因為我覺得說1000萬公司不可能 但是呢 聽了一個大陸的 那時候是 那時候的想法是 被這個地方給改變了 我就是我的那個腦袋轉了一遍 那時候聽到一個大陸的 這個所謂這個 炒股高手的故事 就這麼想 什麼故事 我大概上來解釋一下 但是 內容不一定完全正確 就有點加油添出自己 秀秀改改成自己想要講 就是說啊 有一個大陸 他做股票的人 原先賠得很慘 賠得很慘 就是他都有丟一些對戰單什麼東西的 他賠得很慘 然後賠 這是假設啦 我們就是 真的是我們上述講這1000萬 真的把1000萬給賠光了 就是說啊 退出股市的什麼之類的 但是呢 最終 把自己賠得很慘的金額賺回來 沒錯 他扭轉了我剛剛的思維 他把1000萬給賺回來 而且是在 我們剛剛講說 可能他存個10年20年 沒有 他在一個非常短時間之內 把他又賺回來 我就說哇 他真是一個非常厲害 因為他都有貼那個 對戰單嘛 然後他順便 直接把他賺回來這樣子 那聽到這個故事的時候 我就覺得哇靠 真的是有這個炒股高手啊 但 那你覺得說這位炒股高手 是值得學習的對象嗎 一定是嘛 看到這裡就覺得 一定是嘛 他可以 因為我們剛剛講的頂標啦 一個月10萬台幣 20萬台幣很頂標 但他在短時間之內 好我們講短時間 好我們講個 我們講個一兩年好了啦 他要把他賺回一千萬 真的厲害不厲害 其實我覺得很厲害啦 聽兩年是 如果說你真是一個 Top頂標的那些人 那真的是 又把他用靠這個打工 把他賺回來 真是蠻厲害的啦 那 後面給答案我個人講說 或許是 或許不是 為什麼 因為那時候看的時候 覺得說 真的是蠻厲害的啦 我就是 把一千萬給 在轉職時間之內 又把他放回來 真是蠻厲害的啦 那後面啊就是說 有被起底啊 我不知道算是被起底 還是說他自己公開啦 反正呢 原先賠的這個一千萬對待來說 根本就是 零頭 小錢 對那媽媽呢 好像是反地場大亨吧 還是爸爸 只是賣樓賣房 好像真的是有賣樓和賣房吧 然後 再給他錢去炒股 所以啊 我這邊想要總結的意思 就是 想法是這樣子啊 就是說 我們在身邊呢 聽到的 這個看到的 或是說你去接觸到 或是真有其人啊 那 這個 關於這個投資成功的故事 或者說是 某某人的人生故事 像大家不是很想要講說 這個什麼 貝卓斯啊 或說巴菲特啊 還是那個 這個什麼 誰是誰 啊 突然腦袋也想不起那個Windows 微軟的那個老闆叫什麼 想不起來 算了 反正大家不是會聽那個人生故事嗎 對那其實 人生的一些成功 很多東西其實是 沒辦法去複製的 所以我這樣前面第一句話 我們攤討的主題叫做 不要去羨慕他人 因為他所擁有的這個東西 所擁有的資源 是你根本不知道的 當然 我覺得要再講細一點是 再延伸出去的話 就是說 假設好了 當年 當年呢 你跟巴菲特 是一模一樣的資源 那你能夠得到他現在的成就嗎 你也可以被人家講說 比如說 歸地利可 太陽韭菜是什麼 古神嗎 應該或許 可以 應該或許不行 為什麼這樣講 因為其實每一段 以每一段成功的故事 我個人覺得是 完全不可能被複製 就是說我現在給你呢 就是一樣啦 假設我給你五百萬 那 你有五百萬 你創業就一定成功嗎 假設A 創業成功了 那B創業可能就失敗 那但是我們只會看到A 只是那種感覺啊 我們給你一模一樣的東西 我們不一定會成功 所以 不用去羨慕他 因為其實 很多很多成功 失敗 人生會 走向什麼樣的一個過程 那其實都是交錯在一起 就像我之前曾經也分享過 我說呢 你要在股市裡面成功 當然啦 第一首先一定是 你要 這個方法 這個人家教你這個方法 是可以賺錢嗎 他本身自己就可以賺錢 這是一個方法 只是他的策略是可以賺錢 那第二呢 這是你有沒有遇到這個人嗎 你有沒有遇到這個人 好第三 你遇到這個人了 那你聽不聽他的話嗎 你本身就是一個 很頑固的人 好像我們昨天分享 你是不容易被改變 那 你本身很頑固 或是說你超容易被改變 超容易被改變 或許可以啦 因為他方法是正確 可能本身又是一個 個性上 完全 就是說 他的方法 我又有點偷機取笑 或是說 有點 腦袋有點想要聰明一點 我想用別的方法去搭配可不可以 我看那個人自身壓力很厲害 那我就是他搭配個均線 他均線會不會超出起來比他更厲害 或是說他均線什麼之類 類似啦 但我現在不是在講說均線不好 因為我自己 目前還沒研究到哪裡快 將來如果有的話 或許真的能夠把我的 level再提升之類的 所以說 不用去羨慕他人 我們是要是 去理解自己本身有的 身邊的資源這樣子啦 所以說我們大家所聽到的一些 人一些事 他們都並不一定是真的 所以說保有一體兩面的一個思維 那我們這邊是最後啦 最後一句話 就是最後一句話 就是說 我當初看到我也覺得很厲害 但是後面再看他的故事是 假設啦 我不知道多少 假設他媽媽啦 後來是給他 一個億 一個億啦 算是一千萬 賺個十% 就回來了 對不對 所以說 要比的話 其實真的 比不完 那給你同樣的東西 你也未必能夠辦到 搞不好你媽媽給你一億 我爸爸給我一億 搞不好我都沒辦法賺得死他了 搞不好我把一億也賠光 所以說 一個故事好與壞呢 可能就是 看你看到哪一個點吧 搞不好他媽媽 原本後來是給他五百萬 那五百萬翻成一千萬 也是大概一百 要一百% 要一倍嘛 搞不好他媽媽後面只給他兩百萬 我們不知道 我們不知道 那可能給他兩百萬 那他也要翻個五倍 那他是不是值得學習的對象 可能就是啊 但是前面那個人 搞不好靠打工就可以算到三十萬 那這個故事看起來就沒有到 非常的有趣 非常不迷人 或者 如果人家用這個 比如說他用一萬 翻到三十萬 完全沒有投入任何資金 三十倍 厲不厲害 厲害 還是可以跟他學習嘛 所以說這種資金量體的東西 那大家會羨慕誰羨慕誰 就是有時候在滑個IG 看到什麼對象單 然後這個賺了五十萬 OK 他用一億賺五十萬 你厲害嗎 不厲害嗎 那他用一萬賺五十萬 五十倍 厲害嗎 超屌超厲害 一定要跟他學習 所以說很多東西在生活上也是啊 就畢業比不完 那他給你同樣 大家都平起平坐的話 其實我還是講說不一定 大家平起平坐嘛 三十萬三十萬 中間一定很多不一樣的東西 大家條件一定不一樣 對啊 你三十萬花完 搞不好你的資源 你爸媽再給你三十萬 三十萬他賠光 再給你三十萬 那這個賠了 自己賺三十萬都賠光了 然後在自己賺三十萬賠光之後 他就放棄了 對他沒有第三支 所以說資源吧 那跟利不利害 和賺多少錢 這東西完全不能夠 當作是一個正向的關係啊 就像剛剛講的 我是說 用一萬塊可以 搞不好他能賺到三十萬 三十倍 一定是比這個 用一億賺這個十趴 賺到一千萬人還厲害很多吧 對 但大部分的人 今天是羨慕的 欸可以把這一千萬賺回來這個人 對不對 所以就是這樣啦 大家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與其羨慕他人 那不如 了解自己有多少的 有什麼資源啊 當然你的錢少就去賺嘛 那你可以慢慢累積 你可以去 借 借錢 當然是比較不建議啦 除非周恩師原本操作很好 那有 能夠有十足的把握 不然的話還是不建議做到這一地步 對啊 好啦我們就來講這個新聞的部分吧 我們在展示這邊 好OK 好啦講一下新聞部分 這是廣地呢今天開這個股東會啊 然後什麼儲能應用下半年放量 吧吧吧吧吧吧吧 反正他是儲能的啦 我現在才知道原來工業 因為他工業電腦啊有 也有什麼儲能等等等的東西 那 有興趣只去看下面的內容 我們這邊就來講他的股票吧 OK 那這一檔我曾經被停損過 那停損點呢 那時候做經常的點是在這一根 問題是這一根 這一根啦 其實差不多啦 應該是在這一根啦 這一根然後停損點放在這裡 所以說在這邊打掉 禮拜一的時候被打掉 應該在灌下去嘛 欸 是這根嗎 忘記是這根還是這根 應該是這根啦 應該是這根 應該是看這根啦 然後就被打掉 就走了這樣子 那目前看起來的結構是有一點點 又被反壓在 壓制大概64.5塊這個地方 然後這個地方也是 所以說整體上看起來的 大壓與大支撐 我個人會覺得說 這邊是大支撐 這邊是大支撐 這邊一個W上啊 然後這邊是有一個 W底的支撐 加上本來的左邊側過來的支撐 所以說這邊是大支撐 那個人認為的大壓在這裡 這邊仍然是大壓 但是會不會中間的過程 在這邊 在這個區塊裡面呢 被改變 有可能 非常有機會 就是他在重新站回這一層的時候 我覺得啦 可能就是真的要去觀察一下 欸 Maybe Maybe他改到這裡來 欸 改到這裡來 覺得好像也還可以吧 好像也還可以 這一層呢 可能變成了什麼 所謂的 這樣子 這一層變成所謂的小支撐 這一層變成所謂的大支撐 會不會是這樣的情況發生 想想還是有機會 但是個人目前沒有十足的把握 我不太敢講 不過以分析來說的話 欸 是有機會啦 以結構來說也是有機會啦 就是說一個 還是正在一個多頭的行情裡面 來看的話 還是有機會 只是說難度上 我覺得也是有些困難性的 那讓我們看下一則新聞吧 下一則新聞是這個 水資源相當這個珍貴 但應該不算新聞啦 他算是鹽爆啦 那你知道呢 台灣缺水嘛 巴巴巴巴巴巴巴 如果說對於缺水 幹點鼓有興趣的話 倒是可以看看這兩檔吧 就是國統跟這個中聯支 對那當然我們說 呃有基本面才有股價嘛 對不對 那有股價之後 可以開始有這個技術面嘛 因為大家要互相炒股 炒股嘛 然後你要什麼買進賣出等等 所以說 如果說你單一 像是我今天看到一個報道 他是寫說 IP呢 對於應用在AI裡面 就是有支援 M31 然後創意 哪一檔 忘記了 反正裡面好像沒有金星科啦 對啊 欸 金星科 正在我之前節目裡面講說 他就是一個比較弱勢的 結果我覺得說 致遠搞不好之後的價格 都會突破這個 只是會越過這個金星科 我覺得感覺 感覺上好像不是不可能 欸 發現說 欸 後面 發現說 欸 這個新聞啊 我是看新聞整理出來的一些資料 他是說 這個 如果說你現在在開車的話 或者上班的話 沒辦法的話 就是先截圖 沒辦法抄下來的話 就先截圖 然後我自己也是先截圖 接下來 嗯 我去稍微看一下裡面的lap 欸 真的沒有金星科 就是說欸 這個基本面確實是 會去牽動著股價 然後再來呢 技術面可能也是牽動股價的一種 一定先有基本面 先有這個公司嘛 所以說大家上有興趣自己看一下啦 反正就是這兩個 我們這邊看一下他的結構吧 那結構上看起來其實我覺得還不錯啦 主要是 欸 這是一直往上爬 那這邊可以看一下這邊花一條線喔 過去 欸 可以發現說 在這個6月27號 這跟6月27號嘛 6月27號 然後就爬回去了 所以說結構上他就是 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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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破 回側 往上走 所以說 欸 這一檔 欸 Maybe 他就是一個很漂亮的結構 上升三角形 再來呢 看一下 這個有沒有亮啊 好像沒什麼亮啊 這沒什麼亮啊 所以說這檔如果是我 已經pass了 沒什麼亮喔 那大家看一下這個 國統啊 應該是國統吧 國統啊 國統一次啊 然後呢 嗯 他最近開始 今天應該算是尖突破啦 但是呢 這個壓力的位置 我現在又開始在懷疑自己的壓力 到底有話都沒話出 所以基本上我是 呃 非常不確定的 非常不確定 可能是32.25吧 就是說應該是等待他哪一天 像下週啊 回車到32.25 而我好像可能就不看了 那當然啦 回車下來也要我有資金做金場 因為目前也是 大致上是買好買滿的一個 狀態吧 所以說 給大家看一下結構吧 結構是這樣子啦 左側雖然說有高點啦 但是目前呢 是呈現一個 上升的一個 上升的一個 中繼型態在突破 所以說整個結構看起來 是非常非常漂亮的 OK 那我們就 進入這個個股的這個話題吧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喬威齁 OK 我們講快點 反正時間有點晚齁 OK 那看一下喬威吧 喬威的部分我們先快速看齁 那這邊爆大量 這邊爆大量 所以說這邊跟這邊或許都是支撐 那可以看到這個地方這樣子 那這邊往上拉 所以說基本上我覺得啦 做一個短單啦 一個小支撐小結構的話 這邊可以當停損吧 然後 Maybe 是有機會這樣往上走的 Maybe啦 但因為今天大漲 所以說很多分析他可能都會 比較失真 然後比較失真一點 所以說你要再等待漂亮一點 當然就是等待這一根 看有沒有就會回來 那因為整個結構來說的話 也並不是說百分之百解盤 就已經解得很正確 所以說 對於我來講的話 或許他是一個可以嘗試的 因為畢竟測了1 2 3 4 然後今天破線之後拉圍 所以破線的低點就是停損點 你不太需要去抓多少 就是破線停損點 或者是說 就是 這邊做進場 這邊的做進場 兩筆單 這樣子一個概念這樣子 當然 會不會回來這件事情 我也不知道 我給大家看一下下一檔 我發現我時間不太夠了 我給大家看一下下一檔 下一檔是這個叉雲坑 那叉雲坑那收縮相去 所以我就會直接把他delete掉 刪掉就好了 那整體上的結構 我現在看起來 我看一下 我把他整個都刪掉好了 我覺得我們 我覺得可以直接專注在這一層就好 專注在這一層 跟這一層的這個下殺 這一層跟這一層吧 我就最後專注在這個位置這樣子 所以目前呢 他就是在這個橫向的區間整理 橫向的一個區間整理 那橫向的區間整理呢 現在目前是在支撐附近 那支撐跌不跌破這件事情 我不知道 但是如果說你想要直接做看看的話 那當然是放這邊吧 大家看這裡到這裡 這裡到這裡好像有個5%有點多 大概4.5% 有一點點多啦 那不然的話就是要等待看插針 插針那個底點 對那或者是說是等待插針再做進場 大家看目前的結構我會這樣去看 OK那看一下這個四季鋼 然後問說是不是頭肩底結構 那我想要表達的是說 他是不是頭肩底結構不重要 所以說這個頭肩底 他確實是頭肩底 但是這個頭肩底要出現在最底部啦 他不是這種上升過程做頭肩底 是因為他是要出現在這個最底部 你可以看一下這個地方嗎 比較像是頭肩底吧 這邊做一個頭肩底吧 這地方頭肩底他有用啊 頭肩底是一個看反轉的結構 這邊頭肩底嘛 那這個地方我不覺得他是頭肩底 我覺得他是很純粹的突破 那掉下來這一層可以考驗他 那目前又突破上去嘛 所以說他現在來到一個非常非常新高的一個價格 132.5這邊目前看的直層 就是說回測直穩 日限級別的直穩在那邊看 要嘛這一層 要嘛這一層 理論上應該是看這一層 那真的不行才會看這一層 這一層的話反而就是有點主意 因為他爆大量 他下殺的話基本上 他殺下來應該還是大量下來 所以我覺得132那層可能是比較有機會一點 好來看一下這個精華 剛剛講到這個觀光類群的族群 好來看一下吧 那那時候看嘛兩個雙頂 1 2 3都壓力 然後這邊也是壓力 然後基本上這一根突破我們可以閃掉的 因為突破之後沒有一個回測 沒有直穩 所以說往下崩 所以反彈到這邊往下 對壓的時候很明顯 撐的時候都不明顯 為什麼 就是有人不想防守 有人想要拉上去賣 故意把他撞下來賣下來 那目前看的出來說 137已經跌破 再接下來他已經回他 回到了他這個 喔 圈起來的位置 這個不知道什麼時候畫的 他剛好是跌到這個地方來 好那目前看起來的話可能回測到這個level吧 那level我個人覺得說啦 我 我的畫啦 我看一下喔 呃 我的畫整體來說 我會比較看向的是 呃 看有沒有 漂亮的插針堡 因為目前的觀光類群的族群呢 我 沒有到那麼喜歡 那沒有到那麼喜歡 我就會更加小心 去想要增加我勝率 那怎麼增加勝率 一定是要等待 真的跌破 再拉回來 最好是跌破這一根 或是說像這一根這樣跌破 再拉回來的這樣的結構 但是你也可以看到說 6月27號 蠻多都蠻弱勢嘛 大部分都弱勢嘛 大部分都弱勢 但他為什麼只跌4% 隔一根卡住 等一下 隔一根卡住 隔一根再卡住 再卡住再卡住 然後今天又往上砸 對 那以這樣的結構來說 欸 或許是有人在做支撐 但是我就沒那麼喜歡 那這邊確實是支撐 你當然有興趣自己去試 但是我的畫 我就會等待 會提防吧 因為我覺得整體是弱勢 整個弱掉 好 看一下這個雲品吧 雲品呢一樣 我們這個點之前好像有講過 我們不會去做定場 因為呢 這邊是暴跌 這邊暴跌下來 暴跌下來 那這個位置為什麼說不會做定場 因為他是殺的真的是太扯了 因為他剛好是殺跌頂版 如果他不是殺跌頂版的話 或Maybe可能會考慮說 欸 這個地方可能是直穩 但他剛好殺跌頂版 跌頂版的話就不會去做逆勢交易 掌頂版你要做順勢交易 跌頂版你要做順勢交易 跌頂版你要做順勢 只要做多 對 不會在那個地方做 因為為什麼會跌頂 就是 賣的人多過於這個買 買的人嘛 對不對 就是賣的人多過於買 那你怎麼會覺得說 這個地方就是買進去就會不放他 因為很多 新手吧 只能說新手 他們會想要做 他們會覺得說 他們會想要去 在這種跌頂版的位置然後做進場 但反而覺得 反而應該會 更有機會下跌啊 對啊 那目前看起來的話 這一層我會比較把它 當作是一個大的支撐 我就往下壓一點好了 我就壓這裡來好了 OK 那這地方我覺得它是大的壓力 大的支撐 這邊是小的 它跟精華一樣有點 就卡在這個地方 所以這一層 這種小的支撐一定要等待 插針 或是破底板 後來看它這個廣機 我忘記這一檔了 這是工業電腦 啊看一下吧 廣機那時候這個地方嘛 沒有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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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今天 突破了 但是被出貨 那以我自己個人的 進出場的喜好程度來說 這種K棒我不會做進場 除非說它在週一的時候 又收上去 那收上去的話 我就會去考慮隔壁 再下來的話 我在週一場 除非它禮拜一又收上去 我覺得才會考慮 不然的話 我覺得 就不要管它了 目前的看法是這樣 就是要有隔壁跟的結構 目前看起來是這樣子 那整體上應該是 一個大出貨盤 這樣 好啦今天大致上是這樣子啦 我發現5點25分 所以我要趕快出門 就先這樣吧 謝謝大家 掰掰 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裡 接下來會不定期更新 喜歡這部影片的內容 請訂閱及分享 再次感謝大家 那我們下個影片再見 我們下個影片 谢谢大家